大家好 我是悠悠 昨天录制这个红色大鼻子的视频上传之后 有的歌友就是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想看看这个红色大鼻子的子弹 之前出过好久了 但有的都已经都成年了 还有的都产弹了 我们现在带着朋友们一起到歌社里面看一下 他的姿态 我们来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 先看看他俩吧 这个就是红色大鼻子和那个亚军配的 第一窝出的又长 由于红色大鼻子年龄太大了 我一给他配对吧 我都是把我家的那个成绩比较靠前的鸽子给他配对 这样出来的小鸽子我认为会好一点 但他俩还是蛮不错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 因为没有比赛嘛对吧 看不出来的加飞啊什么都是很正常 就想陪对越好产仔 之前出来一个小幼仔不行 这次再产的蛋就给他拿出来 不让他们再出小鸽子了 这一只也是红色大鼻子的子蛋 也都已经成年了六个多月了 但他一直在鸽舍里面又找到配偶 朋友们可以记住他的脚环 回头我们去拍另外一只 这一只是公鸽子 另外一只也是公鸽子 就等于是藤窝出了两只公鸽子 另外一只也来了 在这里 这个已经找到配偶了 最早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角度拍的 那时候正在换羽毛 看上去都不是特别的漂亮 这时候羽毛换的差不多了 看上去也特别的漂亮是不是 唯一都就是没有一个大鼻子 基本上和那个红色大鼻子很相像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